头条,自如承认涨租,一场租公寓自如取消不涨价,限制12月起,续约最高涨10%,流传的续约涨幅规定显示,从12月1日起,自如续约价格的最高涨幅为10%,取消不涨价及续约涨幅不超过5%的限制。 一位自如管家认认了文件真实性,并称,取约价格会期间两个月联系客户,如果谈不妥,可以不续约,二自如回应取约涨租,继续维持就成平均涨幅不超5%,自如官方回应腾讯一线称,仍然维持取约价格平均涨幅不超5%,自如在两个月的承诺期满后,又主动延长一个月,公司数据显示自如全国续约, 价格平均涨幅实际仅为2.3%,远低于承诺的5%。此前,对于今年以来,北京市不断攀升的房租,自如于8月20日承诺,将在未来两个月,保证收出房两端价格稳定。 供给平稳,为北京市场提供房源约8万间,存量房源退租加上新增供应,新增投放市场的房源会维持环比7月平均租金不涨。 全国九成血月房源租金涨幅不超过5%,国内新闻。 三,恒大趁FF仲裁被驳回FF内部人士,将转至主仲裁庭判定。 11月29日来10点,恒大健康在邻交所发布公告称,紧急仲裁员已全面驳回。 贾远亭剥夺恒大对Faturday Future资产抵押的申请,FF内部人士表示,恒大健康公告内容,涉嫌断山取义,和片面解读紧急仲裁才决书。 继续误导公众,FF本次紧急仲裁诉求,将转至即将成立的主仲裁庭进行判定。 而且仲裁员在本轮仲裁中,再次支持了第一轮FF申诉结果。 4.贾远亭又有新金主,FYL披露62亿投资FF细节。 11月29日,电动汽车公司EVU表示,其已与法拉第未来预备通过类似于STO的形式,向贾远亭的FF投资9亿美金。 具体投资细节将于近日公布。 5.接电开释来电,以专利勒索8亿元要求远超价值的收购,共享充电宝企业来电科技起诉接电科技专利。 对此,接电方面称,来电一直利用专利捧磁,商业低回等不正当竞争手段。 近期还以招利勒索8亿元巨款,甚至要求接电队来电进行远超其市场价值的收购。 并称有全程录音为征,令IDG资本董事长熊小哥,最可惜当年没接马云、错市阿里,11月30日财富全球科技论坛上,IDG资本创始董事长熊小哥说, 自己投的公司里,还没成功的是山堂合计和小鹏汽车,他们估值还尚未达到几十亿美元,错市掉的最可惜的一个机会是阿里巴巴,因为当时没有与马云见面。 七万豪旗下喜达屋酒店数据库遭入侵五亿顾客信息扩泄露,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宣布,旗下喜达屋酒店的一个顾客预定数据库被黑客入侵, 可能有约五亿顾客的信息泄露,万豪称,黑客自2014年,就开始了对喜达屋酒店网络进行被访问, 对此,豪国际官微发称,喜达屋旗下酒店的客房与定数据库遭黑客入侵,该数据库包含最多约五亿名客人的信息, 这些信息甚至可能包括支付卡号和支付卡有效期。 把OFO退款门调查,上海办公室还在不过又搬了家,用户投诉OFO押金难退, 打了150通电话也没打通过,近日,媒体报道陈入OFO在南京,郑州等的办公室下落不明, OFO则回应着,这是正常更坏办公地点。 记者经过走访后了解到,在上海,OFO也搬离了原来的办公地点, 员工也已缩减至45人。 总因成交量遥遥领先广告与瓜子二手车被罚1250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 11月15日北京市工山区海电分局就创办一年, 成交量就已遥遥领先广告与缺乏11句,与实际情况不符, 向瓜子二手车开出1250万元罚单。 瓜子二手车表示,对该决定的定性有意义, 以申请行政府役,实际因因而事件后续, 贺建奎今年科技奖餐产品资格未取消, 中国科学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怀建鹏表示, 中国科学将进一步加大面向科技界的科研伦理导致的教育力度, 以林容忍的态度处置严重为为科研道德和伦理的不端行为, 取消贺建奎第15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餐品资格。 11时第调查,金律工业园已大规模裁员有工厂被出租, 记者在东莞金律工业园区调查采访发现, 金律工业园已在今年1月大规模裁员, 有七下公司已发不出工资, 目前原区内部分工厂出租给其他公司生产, 有有部分生产线给一些供应商生产加工抵债, 附近工业园的员工称, 现在就剩200多人, 心惊爆, 12华为时值军, 2018年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 据CNBC报道, 华为副董事长Eric Axel学职军在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公司2018年的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 实时缺合6942亿元, 对于业务, 学职军称, 比预期还要略好。 资料显示, 华为2017年的营收, 是6036亿元人民币, 当年纪925亿美元, 2018上半年的财宝显示, 华为实现销售收入, 325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 13华为大气回应被全球围剿, 没有我们, 美国跑步赢武克竞赛,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已经指华为提供武克技术, 也有报道成甚至日本, 印度也在考虑此事, 华为似乎面临被围剿的局面, 11月30日, 华为轮值董事长学职均首度回应, 如果华为继续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 美国称霸目克移动互联网的雄心可能无法实现, 此外, 华为尼克遭围剿之下, 已拿到全球22份商业合同, 另一方面, 在AI方面, 华为虽然没有 NR但是已经发布 AI战略, 全战全场景 AI解决方案出炉, 牙筑AI, 是华为一从面向运营商, 到面向移动互联转型后的又一次大转身, 14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单次将可交易5000元, 11月的最后一天, 海涛一族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11月30日财政部, 海公总署, 税务总局发布, 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宣布自2019年1月1日起, 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上限, 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单次交易限值, 由人民币2000元提高至5000元, 年度交易限值以由人民币2万元提高至26000元, 15张朝阳, 最近一年回归一线, 搜狐将重新崛起, 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CEO张朝阳认为, 搜狐会成为中国互联网除了BET之外的第四股力量, 将重新崛起, 张朝阳透露, 自己在最近一年内回归一线, 特别仔细研读每个部门的汇报, 真正的管理不只是放权, 不只是让别人来干, 要真正在第一线理解各个业务的各方面, 能进行实际新的讨论, 这样管理效率会大大提升, 16 协程否认数据杀熟, 价格随航空公司实施变动, 针对用户关于大数据杀熟的疑问, 11月29日, 协程CEO孙杰在财富全球论坛上做出了回应, 孙杰表示, 在协程, 不存在也不允许出现价格歧视问题, 无论你是新注册用户, 还是已经购买过的用户, 价格优惠情况都是一样的, 而任何航班的价格在协程上, 都是跟随航空公司价格实施变动的, 十几万科预量, 六星三百亿销售回款目标基本可以玩票, 据正确时报, 万科董事局主席预料表示, 现在还有三十二千, 以万科的能力, 年度六千三百亿元的回款目标, 基本可以完成, 希望大家数学不要太好, 六零零零一和六千三百亿的差别并不大, 现在强调对现金的重视, 这贯彻得很好, 万科的销售回款率一定是行业最好的, 18美图暴跌10%创新低, 曾经近千亿市值, 跌成一百二十几亿港元, 11月30日消息, 米图开盘后一路走跌, 截至八岗时, 美图倒跌10%, 到三点零五港元, 创上市以来新低, 目前市值只有一百二十几亿港元, 曾经市值一度逼近一千亿港元市值, 19拍拍带被指误导投资人美律所发起集体诉讼, 据报道, 霍华德基什密斯律师事务所, 近日宣布, 已代表在2017年11月拍拍带, PPDi Group上市后购买公司股票的投资人发起集体诉讼, 该律师事务所鼓励, 因购买拍拍带股票蒙受损失的投资人, 在本集体诉讼中提出诉求, 二十官方即日起暂停和QQ邮箱交流屏功能, 据公号派消息, 经用户投诉与媒体报道, 发现仍然存在用户利用漂流屏等功能, 发布色情内容或色情招票广告的情况, 对此, 团队进行了专项清理, 并将暂时下线漂流屏和QQ邮箱交流屏相挂服务, 国际新闻, 二十一微软收盘市值多年以来重新超过苹果, 周五收盘时, 微软的市值高于苹果, 在本周的盘中交易中, 微软不时超越苹果, 在收盘时, 微软收招0.64%, 报110.89美元, 而苹果收跌0.54%, 报178.58美元, 此场比销之下, 微软成功超过苹果, 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 而而Vivo已在印度投资39.8亿元, 新建第二个工厂, 据印度媒体报道, Vivo印度负责人Nippen, Mirche, 公司已在印度继续投资400亿卢比, 约合39.8亿人民币, 其中包括建造一个新的工厂, Vivo印度目前已在现有工厂, 附近, 获得近169亿亩土地已建造第二个工厂, 预期新工厂将在12到18个月后建成, 23夏普收购东芝PC后, 计划在烟台建厂生产东芝笔记本电脑,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册, 夏普计划最早于2019年, 在山东烟台建厂生产个人电脑, 未来夏普收购的东芝笔记本电脑将在这里生产, 夏普母公司鸿海经历, 在烟台有一家生产IT设备的大型工厂, 主要代工服务器及游戏机等, 夏普将解除鸿海的零部件采购能力, 压缩成本, 尽快改善个人电脑业务的经营核算。 24五节的四年, 马航MH370调查组正式解散, 11月14日, 马航代表与MH370失联乘客家属, 在北京举行第42次见面会实测, MH370调查团队将于11月30日正式解散, 后续工作交与马来航空气事故调查局, 今年7月, 大方曾发布长达822页的安全报告, 认为有确切结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哎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